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选的投票率分别是乌拉港的43%以及斯里斯迪亚的44% 在第十四届大选当中乌拉港的投票率可是高达88% 而斯里斯迪亚则是83% 选民在这一次不选的热情明显大减了 而至于最终的成绩将会如何 请留守新洲逾百个网站及脸书以追踪最新的不选成绩 另一方面 新洲日报叹息向来被视为安华最忠诚支持者之一的 公正党高原区国会议员曼书将现议辞去国会议席 以制造不选为公正党的后任主席安华重返国会铺路 不过这样做呢 也不是没有条件的 消息人士指出了曼书诚词的交换条件 就是被国家元首任命为宾州的元首 也是公正党宾州主席的曼书受访时就表示了 安华曾经知会他将会在宾州国会选区上阵 但是没有明确的告知将会缴住哪一个国席 而公正党的主席王阿兹沙今天也证实了 党内一名国会议员将会辞去国会议席 以进行不选 以让路给他的丈夫安华 不过有关不选的消息 其实公正党的树里主席候选人拉斐兹 早就在昨天晚上爆料出去了 并引来公正党的副主席蔡天祥的不满 蔡天祥认为 拉斐兹刻意制造了猜疑的举动 不只是动摇人心 也对西蒙稳定造成一定的影响 更指出 拉斐兹随便向媒体爆料 明显是想要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他强调了 安华上阵补选和重返国会的事宜 必须等到党选后才会有决定 希望任何人包括拉斐兹在内 不要再代表党做出任何的宣布 另一方面 因不满教育部长马智里 受委为伊斯兰国际大学主席一职 昨天就有数名大学生到教育部进座抗议 要求马智里辞去主席一职 而其中两名学生因为拒绝离去 遭到警方逮捕 不过已经在今天早上获释了 那目前还在沙拉越公干的马智里表示了 将会在下星期三和示威的大学生会面 那马智里在文告中指出 警方是基于安全的理由 劝告示威者不要在主要的礼包门前示威 那示威者拒绝离散之后呢 警方是在凌晨的两点左右采取驱散的行动 而大部分的示威者同意散去 只有两个人拒绝 因此被盘问调查 而对此呢 清体部长塞沙迪则认为了 大学生有权利这么做 而新政府不应该逮捕示威 以及传达不满的大学生 另一方面 资美兰州的芙蓉市议会与大马的兽医局 日前呢 既捕既杀 流浪狗的行动就震惊了社会 而大马艺人黄明志也录制影片谴责 促请芙蓉的国会议员站出来 给人民和那些无辜的动物生命一个交代 很多人被杀了在路上 在眺蕃 我非常痛苦 你人这些 你有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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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你会说 那些人很危险 有病毒 可能 但我感觉 人们还很危险 他做什么 你不认识他 你会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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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傍晚六点 这一支影片已经获得超过8600人的分享 而黄明志也在天文当中 标记了西蒙的官方脸书 而身为芙蓉区国会议员的陆兆福 在面对媒体询问时 则表示 不会对黄明志要求给交代的影片 做出任何的回应 今天的新闻到此 感谢你的收看 祝你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